早安 劉先生 去哪裏 公司 正所謂學無止境 做到老就學到老 今天我會跟一位比我年輕很多的商家和慈善家聊天 跟他學習一下 明慧 你好 早安 其實小時候是否一早已經知道要繼承家業 或者你的家人有沒有給你壓力 以後一定要做Family Business 我小時候很幸運 我小時候基本上沒有這個壓力 家裡當然有一盤生意 但父母小時候是讓我自由發揮 沒有很既定的期望和既定的目標 要我達到的 你又在英國那裏住了九年 那段時間你是做了甚麼 我九年時間做了很多事 讀了三個學位 學士 碩士 博士 做過兩份金融的工作 亦都做過飛機教練 我當時是兼職做一個飛行教練 就教人駕駛小型飛機拿的所謂PPL 我發覺到今天為止 那份工作依然是最有滿足感的那份工作 其實做慈善是你本身自己一早就覺得 我賺了這些錢要回饋社會 要幫助一些有需要的人 還是其實因為你又看到你爸爸媽媽 之前都是做很多善事 你要效法 這個世界很簡單 不同背景的人都有條件做善事 你是捐一百元還是一百萬 還是一百億都是做善事 每個人應該是衡量自己的能力去做 所以沒有人說是不夠有錢 或者不夠勁 所以做不到善事 這個應該是欺騙自己的 而香港有很多不同的事項 或有需要的人士 我想其實找對自己的興趣 是應該在那方面回到社會 請問你這個成功的秘笈 有甚麼成功的秘笈 可以傳授給年輕人呢 凡是有決心去做的話 我覺得是很大機會成功 當沒有決心的時候 容易的時候都可以失敗